第1730集 有人描述 死的轮回狩猎者 狐灭鹰嘴人参 长着一对肉翼 虽然不足半人高 但进化层次非常高 他双目空洞 被觅食吃掉脑浆 这引发一股大风暴 导致附近有一群轮回狩猎者降临 足有十几尊 他们一起发动 疯狂搜血 想要找到元凶 这群狩猎者都非常强 散发出的气息 让许多人机体如被刀割 整片战场都在震动 天穷皆在轰鸣 仿佛要扎开了 这是一群了不得的强者 耳的一声 突然惨烈的长嚎传来 是那觅食者在嚎叫 他又一次出现 一刹那 当场有天尊惨死 双目无神 扬天栽倒下去 浑光一瞬间焚烧干净 死得诡异而凄惨 密食者又一次嚎叫 实在可不 让雍州阵营 与贺州阵营的进化者都胆寒 不由自主地发抖 战州阵营那里 有人大喊着逃啊 发疯般的逃亡 因为在这片刻间又有天尊倒下去 骨髓被吃个干净 密食者到底是什么生物呢 嚎叫声刺耳 因物铺天盖地 将急速俯冲过来的十几位轮回狩猎者都覆盖了 战场上所有人都胆寒 看不到他 但是每个人都能感应到他就在附近 一声惨力的大叫传来 一只足有十几丈高的生物摔倒在地上 满脸都长出了红毛 眉心有个血窟窿 又一位轮回狩猎者惨死在此 挑战轮回的生灵从来都难成功 存在的都消枉了 轮回狩猎者被激怒 还从没遇到过这种事 惊有生物这样专门猎杀他们 这是罕见的挑衅 是在蔑视轮回 说话的轮回狩猎者是一头大蛇 通体皆是红色鳞片 半边身子带着黑色火焰 另外半边身子纠缠着蓝色的冰晶 吉岩与吉寒通体 有人认出这是一头传说中的生物 在阳间都早已绝种了 今天居然又呈现 成为轮回狩猎者 这让人怀疑 难道这个组织并不驻守在阳间 而在其他处 今天降临 所以才又能见到这种生物吗 阴阳大蛇 便是天尊都倒吸冷气 因为这一族在史前出现过绝世霸主 实力之强劲 惊世骇俗 这种生物 吉阴与吉阳共生 有些佼佼者修出的道果物与伦比 最后 该族生生演化出阳间的一个禁区 不过 那禁区最终被人灭了 导致这一族消失 一声提鸣 突兀的响起 觅使者又临警 你给我出来 阴阳大蛇赤道 周身通红 鳞片森森 盘成蛇山后 放开精神能量 四处搜寻 然而 扑的一声 下一刻 一道可怕的声音传来 他身边的同伴死了 浑身干瘪 缩小了一大截 你是 阴阳大蛇声音发抖 在灰色的大雾中 像是看到了可怕的轮廓 他居然在颤力 要知道 他是这群狩猎者中的副头领 都快超脱天尊领域了 但却被吓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 传说在线 我在石刻图上见到过 他嗓音发抖 在那里大吼 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遇到了怎样的生物 竟被吓成这个样子 都深感震惊 阴雾激荡 那里发出激烈的叫声 阴阳大蛇 天生具有阴阳眼 能看穿一切 所以他有所觉 见证了某种神秘 在剧烈抗争 阴阳光束并起 他发出志强一击 但是 他双瞳中的秩序符文 才飞出去 他就倒下去了 眉心堂血 咕咕而涌 他的一身血精甘苦 鳞片的缝隙中 长出了许多黑毛 身体缩小到 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 瞬间惨死 那片地带 阴雾散开 人们看到阴阳大蛇 惨死 全都震惊了 这才一照面而已 他便成为 密尸者的失误 这太让人震惊了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显然 阴阳大蛇 似乎有所发现 不然临死前 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可是他到底要揭示什么呢 密尸者 奇礼之音再次响起 宛若一载光阴前的厉鬼出世 涂掉地狱所有生物 挣脱出来 杀到阳间 耳耳的一声 他的声音极其可怖 隐风呼啸 浓重的雾气排挤而来 一瞬间席卷三方战场 密尸者出没 让每一个人都头皮发麻 接了眼间 又有几个轮回狩猎者 栽倒在地上 阳天横尸死不明目 都是突兀的 在阴雾中被击杀的 这让人胆寒 无比害怕于恐惧 这可是轮回狩猎者 千百万年来 有几人敢招惹 从来都是他们找人麻烦 结果今天却一而在的毙命 在他们的背后是轮回 这个层面的搏移 简直不可想象 涉及到天上地下 波及诸天万计 结果今天竟发生了这种事 以往密尸者出行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京市的惨案 但是终究是没有 像今天这么渗人 难道密尸者 以前只是没有遇到过 轮回狩猎者 所以才能相安无事吗 湛州阵营的进化者 疯狂逃散 生怕被当作血食 连天尊都惨死 谁不害怕 连轮回狩猎者的招牌 都不灵 人们怎能不惶恐啊 许多人都意识到 以往太低谷密尸者了 这是一个种族 还是说 古往今来 其实都只是一个生物 在孤独的密尸与游荡呢 从阴阳大蛇 临死前的话语推断 密尸者似乎来头巨大无边 曾为某种吓人的传说 在不知道什么年代的 时刻图上出现过 到头来 轮回狩猎者都跑了 活着的几人大逃亡 就此消失不见踪影 但是许多人都觉得 问题大了 会有天大的风暴出现 轮回的力量会显现 阳界都要因此地震 一声凄厉的提鸣 在雍州阵营出现 挥舞滔滔 齐荣天尊身体发抖 整个人居然无法动弹了 而后他眼前发黑 一下子失去意识 一头栽倒下去 楚风心惊肉跳 他意识到大事不妙 密尸者出现了 而且就在附近 专门针对天尊级以上的生灵吗 齐荣天尊是死还是活 楚风不知道 不过他现在还算无恙 尽管机体如同割裂般的疼痛 魂光都要炸开了 但他毕竟没有遭受致命一击 鹦鹉铺铺天盖地 向这里汹涌而来 楚风发毛 几乎就要寄出轮回土 与筷子长的黑木毛防御 他无法退走 在他背后就是雨上的大仗 他很担心雨上出事 事实上他也走不了 绝对快不过密尸者 对方的道行很难想象有多深 连一群轮回狩猎者 都被其干掉大半 临近了 楚风寒毛倒数 他清晰地感觉到 浓重的大雾中 有什么东西在接近 几乎到了眼前 甚至他都能感受到 对方在张嘴 在对他吹阴冷的气 一种古老的语言传来 断断续续的 像是一个失魂的人 在梦逸 在喃喃着 带着无尽的灰色鹦鹉 弥漫过来 楚风听不懂 那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语言 怎么感觉 同九号的语种 有些接近呢 楚风身体绷紧 仔细感应 在对方的诡异而可怕的精神波动中 他竟然聆听到了 某种精神语言 三声 药 像是在召魂 又像是某种执念在回荡 极其的可怕 带着无边的阴寒气息 像是从那地府最深处传来 令人毛骨悚然 三声一耀 好 在这集最后给大家带来一个 这个抽奖的福利啊 咱们这个抽 喜马拉雅 VIP会员的这个福利 在2020年4月6号到5月6号 连抽四次奖品 每周开奖一次 奖品为年会员 还有很多季度会员 还有很多乐会员 参与的抽奖方式是 去遮天第一集 也就是咱们的片花 评论 点上评论旁边的红心 截图 加上我的微信号 5292580 把这个 遮天这个专辑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把评论 点红心的截图 发送给我的微信号 5292580 会发放你一个编号 咱们一周开一次奖 获奖名单呢 会在微信朋友圈 还有这个 这个抽奖时间是在 2020年4月6号 到5月6号之间 都可以参与 这个是 咱们一周开一次奖 一共开四次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